公墓案件来去做开装 但是这个事要送到 联名会之后 它的习化新费已经结束了 南兴村面临公墓满站问题 继续改善公墓环境 像是石座纳古墙等设施来解决 居民透过到乡公所举办基层座堂会 提出需求 希望乡公所可以重视并解决 这个公墓刚好在村中的入口 如果把这个公墓能够做好 也增加整个意向会比较好 这个案子我们持续在努力 这个我们持续在努力 我们也提到了相关的计划 这是各村的基层座堂会 乡公所睽違20年再次举办 透过座堂会的互动平台 和乡民面对面听取建议需求 也让公所和乡民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 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很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能够 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村民大会 是否能够一个固定 比如说它是免疫剂 免疫半年的方法 但依据我们提供的问题 跟公所还有代表的 之前的层面的速度 来降低开会的次数 未来道武乡公所的行政参考依据 也就是从乡民这边来获得 未来我来面对乡民的所有问题 来一一的来解决乡民的需求 大午相关所表示 会将座谈会中收集到的意见与建议 进行详细分析 并在政策规划中优先处理民生问题 希望为大午相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原始新闻物据台东大午 采访报道